这个憋了好久了 终于有机会可以来讲一讲姜平事件了 阿里达末院在6月21号发布了决赛通知 确认姜平是参赛了 那今天是6月23号 姜平考试结束了 我觉得我终于可以来说点东西了 因为前几天在姜平事件最热的时候 我是憋住不说的 不是我没有话想说 而是我觉得姜平参加决赛之前 来公开讨论姜平事件 尤其是发表一些质疑的话 那是很不恰当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姜平是一个17岁的未成年人 我们更应该以善意推定 也就是无罪推定的态度 去看待每一个在网上出现的 所谓的证据推理传闻 那这种内心的态度 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各种各样的证据 是影响巨大的 今天我看到了39位决赛选手 联名要求独立调查姜平成绩的请愿性 其中他们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决定推迟到决赛结束后 再公开这封请愿信 我要为这句话点赞 非常对 今天早上一醒来 就有一位朋友来私信我说 如果现在有一个绝对公正的机构 宣布要进行调查 并且他们一定能调查清楚 绝对不会是无头公案 那么现在我请问你 必须要拿出你家产中一定比例的财产 就是万一输了会很肉痛的那种数额 来压住的话 而选项只有两个 一 江平是独立完成的 二 他不是独立完成的 你会压哪一个呢 我当时给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如果选项是 江平完全不懂高速和江平具有参赛的水平 我会压后者 如果选项是江平完全独立完成比赛 和江平和他老师王润秋在比赛期间有过探讨交流 我会压后者 那如果选项是官方会取消江平的出赛成绩 和官方会认可江平的出赛成绩 我会压后者 所以一句话结论就是 我认为江平的励志故事是真实的 尽管成绩未必是完美取得的 好 下面开始我的理由阐述 请大家记住一点 我的分析是基于无罪推定这个心理大前提开始的 另外我想顺便说一句 我大学也学过高速 不是完全不懂高速 我们先来说版书问题 这是那封请愿信中质疑的第一个理由 也是被最多网友津津乐道的理由 质疑者认为 在江平的版书中将求和符号Sigma写成了二分之 这说明江平完全不懂高速 连抄都抄不像 我的观点是 这个版书反而是我相信江平懂高速的理由 你们知道吗 这个版书是不是江平自己手书的 我自己是一个专业的视频拍摄者 有时候在摆拍的时候 为了节省时间 让工作人员先写好版书 等演员一过来 马上就可以拍摄 这个情况就很正常 所以我需要先分析一下 这个版书是不是真的江平手书的 注意这个前提非常的关键 直接决定了我后面的一系列推论是否成立 我们来看达摩院发布的这段原始视频 在这里面有两个江平在黑板上手书数学公式的镜头 那这两个镜头中的手我认为是江平的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认为 这个只能靠心证了 毕竟没有把它的脸拍下来 但是少女的手的特征 我觉得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接下去我们只要比对一下 江平手书的这些字 是不是最后定格在版书上的那些字 基本上就可以确认最后的版书是不是江平手书的了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只要把这两个局部截取下来 然后做一个半透明给他们重合一下 就不难看出 这确实是江平手书的版书 而在江平的版书中 一共出现了六次西格玛符号 就是我在屏幕上画红箭头的这六处 我发现这六次西格玛符号的写法是完全一致的 换句话说 这是一种非常稳定的书写习惯 你甚至可以看出他写得非常熟练 那个被认为是二的地方 一点都没有拖泥带水的迹象 质疑者就认为 这是因为江平不认识西格玛符号 超成了二分之 而我则认为 第一 求和的西格玛符号 是高中数学的基础内容 江平只要认真上过中专数学 就一定会认识 第二 如果他真的连求和符号也不认识 他可以 而要那么稳定流利的 全部都抄写错的一模一样 我觉得这比他超错了本身 还令我感到不可思议 第三 假如江平真的菜到 连求和符号也不认识 那么就可以合理的推论 拍摄这条视频的人 一定会发现江平根本不懂数学 换句话说 要造假 也是在达摩院的指使下造的假 那我后面会谈到 达摩院造假的可能性 以及至少需要多少人配合 才能参与造假 这里我就先不展开 所以我认为合理的猜测是 江平经常书写希格马符号 只是他的书写习惯异于常人 其实还有很多书写细节都可以说明 江平的书写习惯是异于常人的 不算太好 很不规范 不太专业 这里我不赘述 但是这些特点 反而和他没有受过系统的科班数学教育的身份 是自洽的 这个想装我觉得都装不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个被嘲笑很多的 主等于六的问题 我也来谈谈我的看法 质疑者就认为 这是江平完全看不懂 对Z求导的这个符号 就是把Z上面加一点 错抄写成了主字 但是我认为 第一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江平是在抄镜头中 后面那本书上的红字笔记部分 放在后面的那本书 大概率是为了拍摄效果 当道具用的 第二 想要鉴定它主观上是想写Z字 还是想写主字 我认为关键是看笔顺 写主字是点横横竖横 而且Z字是横竖横 所以这个土字出头的那一竖 是指向第一个横的中间 还是指向它的最右边 我觉得是一个可能的判断特征 我仔细看了这条视频的高清版本 那我的分析也做了几张图 大家看一下 我认为江平主观上是在写Z字 只是在第一笔的转折处 墨水没有出来 看上去就很像是一个主字了 仅此而已 第三我想说 如果江平真的是菜道 会在数学习题中 主观上会去写一个主等于6 你想那得多菜 这会让我觉得阿里达默院 找一个这样的菜鸟来扮演扫地生 更加令我难以置信了 好 我们来说第二个问题 就是请愿性中质疑的第二个理由 是Latex问题 在那封请愿中的第二条质疑点 是这样说的 复旦大学教授姚依俊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一位曾经看过江平同学 答卷的同行评价他 Latex使用熟练 然而Latex是一种应用于 科技文稿撰写的排版系统 并非数学学习者 所必须掌握的技能 且Latex对数学表达式的 输入错误非常敏感 这与他在视频中 频频出现书写错误 似有矛盾 所以质疑者就认为 江平版书中的书写错误 或者说书写不规范 会导致无法用Latex来提交答卷 而我则认为 这个质疑实在有点 让我感到莫名其妙 这里我先抛开 那个所谓看过他答卷的人的 这一段是不是事实 那我先假定这段确实是事实 那我估计很多人 对这个疑点还是不太明白 因为绝大多数人 都没有接触过Latex语言 而我恰好就是一个 职业的科技类文章的撰稿者 所以我在工作中 是经常要使用Latex 来编辑数学公式的 所以我对Latex可以说 非常的熟悉 Latex它的本质上 其实就跟HTML语言差不多 如果你写过网页的话 其实就是为了能在26个字母的 标准键盘上写出数学公式 人们定义出来的一套转译规则 我来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要写这样一个 常见的数学表达式 就是从1到100求和 那么这个表达式 用Latex来写的话 要写成这样 有一些字母加一些符号的组合 那这里面如果错任何一个字母 或任何一个符号 都无法生成正确的数学公式 它的容错性是为0的 换句话说 同样的公式必须要用同样的表达式 才能正确生成 你看啊 这个和版书是不是规范 我觉得没有任何关联性 版书再不规范 键盘上的按键 它是规范的对吧 另外 其实一个人哪怕对Latex完全不懂 也没什么大关系 因为网上啊 有一大把的傻瓜化的Latex生成器 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 非常的简单 另外呢 从逻辑上我也完全不能理解 如何能从Latex的结果上看出来 它的Latex使用熟练 这就好像啊 有人收到一篇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作业 然后呢 他看到以后评价说 嗯 这孩子的书法真好 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 那么请愿性中质疑的第三个理由是 有指控声称 江平同学的数学老师王润秋 预赛排名第125名 可能和其他人一起协助江平同学 完成了他的预赛答案 质疑者就认为啊 网上流传这一些王润秋 他的微信名呢叫官老 和其他人的聊天记录的截图 这些截图就表明 王润秋有组团答题的嫌疑 那我认为呢 假定这些截图是真实的 那也只能证明 王润秋有组队答题的主观愿望 但是也没有办法证明啊 这次出赛 他们就用了这个碰法 另外呢 这算不算作弊 其实还是要看赛事的规则的 这个我没有仔细研究过 说不定赛事规则本身就是允许的 这些截图也无法证明 江平他也参与了王润秋的计划 但是这些截图呢 确实提供了一些线索 指向江平在考试过程中 是有可能得到过他老师 或者其他人的帮助的 但这仅仅也只是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啊 王润秋应该知道 江平的数学能力呢 已经清除于蓝了 哪怕呢 是他们能力相当 他们同时参加这个比赛 在比赛期间呢 师生俩互相讨论一下题目 互相启发一下 我觉得这也属于人之常情 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另外这次比赛的赛制 好像也并不禁止讨论 这一点呢 我倒是不能完全确定啊 我只是猜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 网上流传了几张截图 是连水中砖 2023年的考试成绩清单 上面显示呢 江平平时的数学考试成绩不好 比如150分的试卷 他只能考83分 质疑者就认为啊 一个高中数学都考不及格的人 怎么可能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就学会了高等数学呢 这足以说明江平的成绩啊 就是假的 而我认为啊 网传的截图信源不明 不足以采信 我实在的没有查到这几张截图啊 到底出自哪里 对于这种完全没有出处的截图 它的可能性很低 这个实话实说啊 它跟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 还不太一样 微信的聊天记录 其实呢 是很难完美造假的 因为字体 字间距 以及各种边框 头像的尺寸等等 都是很难完美模拟的 我在网上下载的几个 微信聊天记录的生成器啊 都是经不起仔细比对的 是很容易发现造假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上一条会说啊 假定这些聊天记录截图是真的 因为我至今啊 也没有看到 有微信聊天记录的 鉴定达人出来指出 这些聊天记录是伪造的 而我呢 也没有见过 连水中砖的 成绩清单的原件 长啥样 所以呢 没有办法鉴别 这个网传截图的真伪 退一万步说啊 假如这些截图 被证明是真实的 比如说 连水中砖 官方出来作证了 那么我的态度呢 是会发生一些转变的 我也会对江平的数学能力 产生怀疑 因为以我浅薄的想象力啊 我确实很难想象 是什么样的天才 能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从高中数学的考不及格 取得阿里数学赛的 初赛的12名 这超出了我的认知啊 但话说回来呢 超出我认知的事情 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我的认知 也不是什么真理 更高不到哪里去 你们说对吧 当然也有人质疑说 那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连水中砖的官方 也没有出来辟谣说 那几张这个截图 不是真实的呢 我觉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这件事情 因为已经闹得比较大了 所以连水中砖的官方 要出来做任何的声明 都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首肯 他们是需要请示领导的 还有呢 连水中砖的领导 估计也是不希望 在决赛之前 就去做什么表态 来打搅江平的这个决赛 但是现在决赛结束了 我觉得很快就会随了实出的 大家等着吧啊 好 我刚才说的这些疑点呢 并不是网友们指出的全部疑点 但是限于时间关系啊 我也就不再多说了 总之目前为止 我真的没有看到能够说服我 让我相信江平造假的证据 或者呢是有理有据的分析推理 我完全支持质疑 我也支持第三方独立调查 但是调查对象应该是达默院 或者王润秋 而不是江平 现在呢决赛已经结束了 那我今天做这期节目的目的呢 当然也是不希望这件事情冷下来 应该给我们公众一个交代 假如他真的造假了 也应该还江平同学一个清白 假如他没有造假的话 江平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少女 他毫无家庭背景 他不可能有独立造假的能力 要造假也只有两个嫌疑人 第一个是王润秋团队 第二个是阿里达默院 假如王润秋团队一手炮制出了 数学天才少女江平 那么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既然他有能力打进12名 为什么不让自己进呢 有人说啊 他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名师 好多招生多收学费 这个完全不符合常理啊 他让自己打进12名 应该会更好招生 名气会更响的 另外呢 在连水那个地方啊 哪来那么多学高等数学的需求啊 他想招生也招不到更多啊 不过注意啊 这绝对不是地狱骑士啊 我只是说一个客观现象啊 也有人说啊 王润秋本来是想让自己取得最高成绩 但因为各种各样的阴差阳错的事故 结果呢 把江平给弄成了12名 自己当成了绿叶 我觉得啊 这种说法就太戏剧化了 他得满足多少阴差阳错 才能出现这种结果啊 所以呢 我宁愿用奥卡姆剃刀原理 就是采信假设最少的解释 什么呢 就是江平是真的嘛 这个解释是需要的假设最少的嘛 那假如是阿里达默院 为了提高知名度 炮制出了这个大新闻 那我实在要替 达默院的那些扫地生们的 智商感到着急了 你们纯心要造假 怎么会犯板书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是想故意吸引大量的质疑声吗 我想啊 达默院的人应该都是一群高智商的人 这次事件实在不像是一个高智商的团队 有意造假 弄出一个主等于六这样的疑点来供大家取乐 假如江平同学真的看不懂求和符号 把Z当成是主的学渣 那么他一定逃不过摄像团队的眼睛 因为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嘛 因为剪辑师要看所有的原始素材 江平如果真的是个学渣 那么就需要有人帮他策划版书 做笔记 教他怎么抄怎么写 这需要一个懂数学的编导 那么编导的后面 还得有指示他这么干的领导 既然造假的目的是为了制造一个大新闻 这么大的新闻 必然不是什么忠诚领导自己敢做主的吧 那还需要达摩院的高层来拍板决定 当然买通王润秋是必不可少的 还不够 还需要买通连水中专的校领导和江平的要好同学 当然我们必须只说 这个阴谋比登月造假的规模肯定要小得多 但是我觉得它涉及到的人 还是会多到瞒不了太久的 只是包不住火的 而最关键的是 数学能力恰恰是所有学习能力中 最难造假的一种能力 选择在数学领域深造出一个假天才来 这得有多自信啊 好最后呢我想跟大家预测一下 我对江平事件走向的看法 第一个我觉得最有可能的 达摩院会在近期也就是两周左右 搞一个公开活动 让江平出来自证 有达出高等数学题的能力 第二个次有可能的 达摩院会等到八月份决赛成绩出来后 再做公开活动 比如在隆重的颁奖典礼上 他们每年都会搞非常盛大的颁奖典礼 今年的颁奖典礼我们非常期待出现江平的身影 第三呢 我觉得是最微弱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达摩院继续一直装聋作哑 这个事情的热度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 我觉得达摩院再怎么装聋作哑 也不可能平息风波 这将是对达摩院公信力的一次全民挑战 他们不可能不认真应对 如果到八月份决赛成绩公布后 达摩院还继续装聋作哑 那我想啊 到了颁奖典礼的时候 他们再怎么也不可能装聋作哑的了了 一定会有记者出来提问的 那如果他们依然不回应 那么我会立即从挺江派倒戈成采达派 注意啊 任何情况下呢 我都不会去采江平同学 他只是一个涉事卫生的未成年少女 最多也就是被人利用了而已 在我看来 如果江平是真的有能力 那么达摩院没有任何动机装聋作哑 因为虽然江平要证明自己出赛 没有作弊 在技术上是没有可能的 逻辑上不可能证伪 但是想要证明自己具有解高等数学题的能力 却并不难 有的是令人信服的方法 数学那可是有板有眼的 懂的人哪怕只要跟江平聊上十分钟 或者我觉得五分钟就够了 就知道真假了 达摩院如果通过策划一次活动 让江平出来成功自证 那将是一次受到全国 乃至全世界华人关注的热点新闻 达摩院将通过这次活动 收获巨大的关注度 这个搞十年比赛也不如一次这样的活动提高的知名度多 你们觉得呢 好 如果你是达摩院的领导 又如果你知道江平是真的 请你给我一个还要装容作哑的理由好吗 其实啊 如果我把我前面说的这三点预测换个说法就是 我认为江平大概率是真的 微弱可能是假的 如果这个在我看来最微弱的可能性发生了 江平真的是被达摩院一手炮制出来的人造天才 我会非常非常愤怒 我从此呢就会不再使用任何阿里希的产品 达摩院应该改名为大摩院 其实啊 17岁的江平如果成绩是真的 也并不能说明他的数学能力有多么逆天 今年的阿里数学竞赛 决赛入围名单中的801个人 有30多位初中生 其中成绩最好的初中生是上海民办华语中学的邓乐言同学 他的排名是26名 比江平低不了多少 而入围决赛的高中生那就更多了 而去年的阿里数学赛决赛的金奖满分获得者 是17岁的瞿潇宇同学 好来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好 我这有个稿有点短 先念一下 获奖感言 可见啊 对于顶尖数学人才来说 天赋才是最重要的 江平在中国的数学才俊中并不算冒奸 大可不必惊讶到何不拢嘴啊 希望我的plan b也能被看见 好 我想说啊 愿我大中华能多升几个数学天才 我会为你们摇旗 呐喊 最后跟他念一个广告啊 由我创作的科普电影 寻觅自然地球往事 即将在今年的7月13号正式供应 欢迎大家来给我捧个场啊 至少 成选力到现在 我復佳 今天 自然地资金 全不做 我不 provide 我不更心 美 没有人知道 下一次突变会发生在什么位置 假如我们的位置做好忠诚的预案 就可以最怕限度地避免损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